在滔滔的长河中 你是一朵浪花 在绵绵的山脉里 你是一座清风 你把寂寞藏进无垠的缝隙 你把梦想写在蓝天草原 你煽烧自己温暖大地 认自己成为灰烬 让一缕缕火焰偏偏起舞 那就是你最后的轻松 祈福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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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 我就不信 他晚上赶不来 皇上驾到 祈福 天爺 嗯 哎呀你你你坏死了哎呀你好沉啊你这家伙 哎呀这么晚了皇后在等谁呢 管得着吗 还不睡在等谁呢 反正不是在等你 你离得开朕吗 等看啊你是在等朕呢 我看你好坏啊 那我凭什么等你啊 飞场之势必带飞场之人 有你怎么不知道廉耻的吗 朕一向擅长见微知著 阴尽察远 皇上几时变得如此皮厚 是在别处练出来的吧 来 这给你讲个小会儿吧 过去呀 有个皇上 他呢有一天啊 带着您换官 微服就出了宫了 一早就 走到了花柳巷 好坏啊 好坏啊 你听我说呀 你听我说呀 太阶吓坏了 大叫不行不行 我不是男人 你真坏呀你 好久没听娘娘这么笑了 娘娘多笑笑啊 咱们哪也就少爱协打了 是啊 都给我起来起来起来 快起来 起来起来 起来 都起来都起来 起来快起来 快点 走 赶快点 走走走 快点 这是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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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公公 春公公 您等一等 等一等 怎么了 这是我得禀告皇上 flight 把嘴巴给我封起来 对谁也不许说 好好 知道吗 知道了 可是公公 您看这个这个 是 唉 谢谢 把到 breeding 给我照看好 幸化 太名了 皇上 你真的要走啊 我不让你走 你再陪我一会儿吗 皇上 好好好 皇上 知道知道了 你接着睡吧 朕还有点事要办 陛下 真的 真的 都说真不行 怎么样 陛下 奴才以为这件事情 怎么也得经过太皇太后的恩准 才能成为真正的好事 东宫老太太肯定会高兴 那长公主和王太后那儿 怎么禀报 该怎么说就怎么说 朕不管了 诸侯各王入朝 家宴还是免不了的 吃喝倒在其次 只是要图一个团圆的气氛 这些跟皇子皇叔 昔日也都在宫里生活过 各宫各殿 远走 外婆 这边 到底收拾干净了 该修善的 也要修旧如新 别让人家觉得 先帝去了 过去的清日劲啊 也跟着去了 外婆 该拐弯了 来 这 这皇上怎么还没来呀 这卫阳宫啊 尤其的收拾利落了 皇后 皇上上哪儿去了 你知不知道啊 外婆 您呀 就不要管那么多了 这边这边 该下台阶了 慢点 皇上 也不是小孩子了 面子上的事嘛 早一点晚一点 又有什么关系呢 是不是 我还是第一次听皇后 在为皇上说话呢 上台阶了 外婆 看来呀 往后你们的日子 用不着我这个外婆操心了 回 太皇太后 皇太后 爹后 皇后娘娘 刚才陛下 已经往这边来了 走到半道上 被烤宫间拦住了 领报说 说后宫 有一位宫婢 被证实怀了三个月的身孕 并说是因为受了皇上的宠幸所致 为了把事情搞清楚 陛下 特地到后宫 去查问此事了 所以 有这种事 那个奴婢叫什么名字 回太皇太后 叫魏子夫 原来是平阳公主的奴婢 是平阳公主的奴婢 因为歌唱得好 被皇上选中 到后宫充了杂役的 阿嬌 别闹阿嬌 我不敢 臣妾替皇上请罪了 好 姐姐姐姐姐 这些心味 你看 好端端的 怎么会出现这种事情 你看 我去查看查看 慢着 你去干嘛 别哭 别哭了阿嬌 阿嬌 阿嬌他们结婚至今未孕 我这心里一直不是滋味 年岁大了 我还怕抱不着皇孙呢 我看 你们哪也不要少见多怪 好 记得 我我我看 我去看 你哪儿 我被我回来 你圆役上来 你回来 你来 是 ض弹 你 把粮库去当差 宫里的男人都死绝了 亏你们做得出 奴才 遵旨 臣妾替皇上谢过了 好了 别大惊小怪的 都起来吧 都打这么过来 其实啊 皇上真正让老神担心的 并不在此 阿姨 驾 驾驾驾 驾驾 驾驾 启禀陛下 小都不能 没能找到陆荃 陛下 要不我们去东边的林子里 射几只眼记得了 那有什么意思 赶快去找 继续找 快去 诺 快去 快 驾 快点 驾 温暗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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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发现几匹烟毛 在哪儿 在那边 上马 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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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马 上马 inim 哦 下马 下马 陛下 您的剑法真是越来越准了 一剑就射中了央侯 陛下 陛下不能杀 陛下 什么 你射杀的是建章营的军马呀 驿马 寒颜告诉我这野马呀 寒颜 寒颜 快 这个娃娃歹跑到哪儿去了 算了算了 人不要了 汉朝没希望了 汉朝人不爱自己的马 不爱自己的女人 什么 汉朝人不爱自己的马 不爱自己的女人 汉朝人没希望了 没希望了 汉朝人没希望了 你说什么 北京 陛下 汉朝人打不过匈奴 是有原因的 什么原因 匈奴人爱自己的马 爱自己的女人 而我们汉朝人一不爱马 二不心疼自己的女人 这是汉朝人 打不过匈奴人的关键 卫星 走 起来吧 朕原来以为你只是个养马的 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多想法 你刚才说汉朝人不形成女人 是什么意思 臣指的是和亲 指的是汉朝人对匈奴人的政策 陛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像吟樱 受福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为游戏人F guitars 属主 orthoggoes encouraging 没便宜 你 赶快去看太医 我就不信我们陈家命中 就没有一个皇子 那样的贱祸 居然也占领了皇宫的侧室 母亲 我绝不能善罢甘休 朕怪娘 当初间魏子夫天生丽智 玉树无风 亦是心思手软 现在后悔又无从下手了 你别说了 什么天生丽智 什么玉树临风 母亲 你 你也想气死我呀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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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要替我做主啊 不哭了 孩子不哭了 不哭了 好了好了 你听我说 听我说 听我说呀 我听说 那个魏子夫 有一个弟弟是平阳的奇奴 被皇上安排在建章营受过训 如今是皇上的卫士 专为皇上赶马 如果动不得姐姐 那就拿他弟弟开刀 也该给他们尝尝苦头 母亲 你 你要杀人 慢走啊 客官慢走 慢走慢走 请问哪位是卫青啊 我就是啊 怎么了 你姐姐让我给你带个口信 请随我去那边说话 那我过几下啊 好 走 走 真是呀 谁找的 请 就是 快快快快 抽橙 我已经被人绑架了 看那车的样子 像是长公主驾的 快追 nog 驾 正oni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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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小子安静点 到阴间再喊冤吧 现在喊了也是白喊 我说 跟他明说了算了 让他变鬼了 也别纠缠着咱们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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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青啊 卫青 你说你什么人不好得罪 偏偏得罪长公主 皇后他妈 你说你这不是找死吗 你说你一个奴才 长了几颗脑袋 够人家去砍哪 你呀 找死 老四 快点 找一个荒郊野地 把他给做了 跑回去交差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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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卫士都给我拿下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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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下来 下来 快点 下来 解开 快快快 过去 到那边去 好好好 跪下 跪下 好好好 跪下 你们是谁 谁派你们来的 说 拖下去 都给我斩了 齐郎请慢 这都是长公主的人 切勿砍出了麻烦 你们都是长公主的人吗 是是是 胡说 长公主会让你们劫杀羽林 羽林是什么 羽林是皇上的禁卫军 长公主会让你们做这等 忤逆之事吗 冒名顶替 栽赃无限 最佳一等 拖下去 都给我斩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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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卿谢大哥救命之恩 魏卿接召 皇上诏命 朕任命魏卿为建章监位 统领建章营军纪 谢陛下 请魏将军守兄弟们一拜 我等今后当齐心协力 结成效命 服从调度指挥 忠心不二 都起来 快起来 都起来 治不了奴才 那就找他主子算账 好 屁之不存 毛之烟腹 卫星现在的主子可是皇上啊 我倒要看看 不靠我长公主 他如何做得问皇上 传苟间杨得意 让他带一条犬来 传苟间杨得意 让他带一条犬来 快 如今宫里有多少猛犬呢 回太皇太后 一共有一百七十七条 其中七十九条 随皇上在上林院狩猎 卑职只得两头坚固了 你 常随皇上在上林院 是的 一半时间在那里 大家都下去吧 从今往后话 我要让你给我悄悄的照 看着皇上 看看他都和些什么人在一块 干什么呢 皇上 干什么呢 干什么呢 回皇上 都是这条犬 他熟悉皇上的气味 就一路寻来了 你 就随着朕 来看看朕的山洞吧 走 走 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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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陛下 榆林的将士们正在操练 继续吧 弟兄们 继续 快 别紧张 朕从小着喜欢这游戏 官兵抓强盗 陛下 奴才开眼哪 奴才开眼哪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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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仪呢 快 在这儿 东边是左贤王部 西边是右贤王部 中间的是大蚕鱼 平时他们是分散的 一打仗就被合在一起 是吧 你们也来谈谈 陛下 臣听西边来的商人说 匈奴可能有数百个部落 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小王 大行令王辉觐见陛下 来 新王辉 宣大行令王辉觐见 王辉 叩见皇上 起来吧 谢皇上 是老太太让你来的吧 回陛下 臣将奉命出使匈奴 太皇太后吩咐 看看陛下有什么话 要带给南宫公主 朕哪还有什么话呀 朕不过是个碌碌无为的人 又能为姐姐分担什么呢 朕就是个废物 一个没心没肺 没有血腥的帆桶 这 马上 老太太 让你做什么 你去照办就是了 让你怎么说 就怎么说 朕全听她的 老太太 老太太让你做什么 陛下 臣知道陛下一向喜欢宝剑 今日特带一柄剑敬向陛下 这是什么剑 怎么这么锋利 匈奴语为精录 意思是匈奴人的宝刀 是匈奴的兵器 是的 是一个叫聂一的走私商人 从匈奴那边偷运过来的 真是想让陛下了解一下 目前匈奴人的装备 北京 亮剑 匈奴人是从哪儿得到这么优良的制裁 此剑的制裁叫金刚色黑力尖为铁中最为锋利者尖利可切金玉 价值过于金银 此种制裁我朝至今不能炼造 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 再怎么碌碌无微下去 我大汉怎么能够安邦定国 你们说能够吗 其实制裁金刚的技术匈奴人也没有 这些宝剑也是从西域传入的 也只有匈奴的将军和精锐部队才会有这样的兵器 来人 把铁弓给朕找来 诺 让他们也来看看 我们能不能也弄出金刚来 匈奴人有的我们要有 匈奴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 时不我待 好 小心点 好 看着点 好 注意点火候 注意点 好嘞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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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我了 来 皇上驾到 来 皇上 皇上 陛下 都平身吧 谢谢陛下 接着干吧 接着干活吧 陛下 您怎么大驾到此啊 来 来看看 来看看 刀 你看看这把刀 这 这是大匈奴的玩意啊 陛下 您是怎么得到的 朕想知道 你能不能打造这样的兵器 刀 薛铁如泥啊 宝刀 宝刀啊 陛下 我铸箭过铅饼 从未造出这样的兵器一箭 这个刀的铁 不是一般的铁 而叫做金刚 师父好眼力 我瞒你说 这把刀是匈奴王的宝刀 名叫静禄 静禄 静禄 师父 这刀 就由你来铸造 这刀你注定了 三十日之内 就在这儿 我来取刀 什么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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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 有难处吗 陛下 只能尽力而为 那就好 那就好 三十日之内 朕再过来看你们 沉再过来看你们 什么 匈奴 是假扮的 皇上要历练自己的以臨位队 亏他想得出来 皇上说 他自己可以闲着 可军事们不能闲 给他们找点事情做做 免得他们忘了自己的本分 还有哪一些人 初入行宫啊 皇上喜欢找些文人陪他喝酒 吟师作父 说笑话 行酒令 那离宫内有将军出入吗 没见过 我看皇上这回是真的转心了 由着他去耍吧 要不 真会憋出病来 皇上驾到 皇上驾到 就这 这 皇上驾到 现在还你们 刚好 你算了吧 有什么啊 谢谢陛下 陛下 您看 来啊 把荆录拿来 北京 去见 这是把好简单的东西啊 看见 陛下恕罪 陛下 陛下恕罪 陛下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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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后面去 快快 走 就到西域去找 陛下 这么说 您想派人去西域了吗 朕听说匈奴的地域 也十分广大 周边还有许多国家 而我汉朝人 对他们一无所知 听说有个大越之国 与匈奴人 是世世代代的仇敌 那陛下的意思 是想联络岳之国 是啊 这是一个 可以好好利用的良机 陛下 您真的想要 是的 汉兄这一仗 早晚要打 如果能够截断 匈奴跟西域的联系 再让匈奴后方的邻国 变成我汉朝的盟友 这对将来讨伐匈奴的事业 会极为有利 这是陛下您现在的处境 别的事也许朕还做不了 派一个使臣出去 想必老太太不会介意 陛下 您需要一个 需要一个有胆识有能力 敢于穿越匈奴 去出使西域的人 这对将来讨伐匈奴的事业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